国内专业制作手工电吉他的师傅不多 而在台南就有一位专业的手工师傅 詹千傅 告知对音乐的热情一路摸索 从乐手变成了志情师 他所制作的电吉他品质可不输进口货 受到许多台湾乐手的喜爱及肯定 38岁的詹千傅从大学时就爱玩音乐 毕业后不仅继续玩乐团 8年前一脚踏入电吉他制作 在4年前推出自创品牌 在台湾这个环境 其实用玩音乐来当做一个正式的工作 其实是有点不太容易 在维修跟批发的之间 我得到一些志情的概念 然后就慢慢的觉得说 从这里可以进入志情的领域 台湾的电吉他大部分从国外进口 詹千傅因为玩音乐 特别了解乐手对乐器的要求 因此更努力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千古老师他可以结合我跟他的理念 我们做出独一无二属于我自己的吉他 一般品牌还会接着他的原则 做他们想要的吉他 那他可以满足我几乎所有的功能 几年来不断地研究刻不困难 提升制造电吉他的技巧 也慢慢累积出心得 通常来讲有乐器展的时候 我们就会过去观摩一下 有时候也会跟国外的技师做一些交流 虽然一度想放弃 但凭着对音乐的热情和坚持 终于在业界创出信任与肯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使劲旺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